大家好,我是中国男排江川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合作的计划 割成一种连接不同国家文化的纽带 在体育领域,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让不同国家的人通过比赛和竞争相互了解 体育是一种国际语言 它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让我们在赛场上交流,建立友谊 这正是一带一路所提倡的明星相通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男排和波兰男排之间的友情故事 库比亚克曾经是波兰男排的队长 荣誉世锦赛冠军和最佳主攻 我与他第一次相遇是在2018年中国排超联赛 我俩同时在北京队效力 帮助北京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 不光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没想到2022年我俩又在日本联赛相遇了 但是从队友变成了对手 各自效力于不同的俱乐部 我第一次留洋什么都很陌生 库比亚克知道我要来日本联赛后 主动联系我 给我介绍了日本文化和饮食习惯 还有日本联赛与中国联赛的不同 当我们终于在赛场上相见的时候 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赛后我们又在房间畅聊 这种他相遇故知的星系 让我没有独自一人在海外征战的孤独 虽然有不同文化的背景 但同队排球的信仰 能够拉近彼此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无论我们来自于哪里 无论我们使用什么语言 有情没有国界 一再一路 国家之间的鸣心相通 正是由无数这种故事组成 体育不仅仅是比赛 更是一种文化 正如我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一样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将中国男朋友的精神 传播到世界各地